另外带你看到融合高尔夫与撞球的锤球运动 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 首度由光复乡泰巴朗老人会 承办的光复乡乡长杯锤球比赛 今天在泰巴朗祭祀广场开大 吸引了临近的瑞穗、丰林、丰冰与吉安湘等地 共12支球队前来一较高下 各路好手保刀未老竞争激烈 计时30分钟的比赛时间 场内球员捉对厮杀 场外的球队队长也不忘提点作战指挥 光复乡乡长杯锤球比赛竞争激烈 一年一度的光复乡乡长杯锤球比赛 这一次结合5月母亲节庆 首度由泰巴朗老人会来承办 吸引了临近凤林、丰冰、瑞穗以及吉安等乡镇 共12支球队前来一较高下 各路好手相互切磋球技也交流情感 30年的朋友都在 你们两个都有比赛 有 所以你代表我们 他是光复我是复赢的 所以你们同一队 不对 我们是对手 不对 敌人 我们是敌人 你是敌人哦 那怎么办 谁 没关系 打球嘛 打球嘛 让我们台北的朋友看到 堪穿市华林县各部落长者全民运动项目的垂球运动 不仅公部门协助推动办理 各级民意机关代表也全力支持 希望部落长者都能培养运动的好习惯 那今天的一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可是还在害过活动 那跟我还是一样要参加 要了解我们垂球协会 我们的这个活动 大家看到大家 我们要打赛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 那健康就是财富 光复乡太巴朗老人会 首度办理相及的垂球运动赛事 却意外受到邻近乡镇的支持 踊跃报名参加 各队选手平均年龄都超过60岁以上 各个报道未老 整个赛事精彩刺激 主办单位理事长林振宜也乐见其成 今天这一场呢 是我们太巴朗老人队第一次集办 所以大家 我们这里的长者非常的高兴 而且未来光复乡的乡长已经同意 这个场地是我们永久的那个场地 那我希望我们这边的长者 那个每天 也不一定是每天 希望常常来这边做运动 垂球是融合高尔夫球和撞球的团体运动 不会很剧烈 考验团队作战默契 以及脑力激荡 看似简单 却一点也不简单 因此受到了许多中老年人的喜爱 太巴朗老人会感谢工部门 以及各球队的支持 也期盼大家都能加入垂球运动的行列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